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文 2022年了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但在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平平安安順順利利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那今天鼻音會比較重 因為最近有點小感冒 所以抱歉啊 影響你們的聽覺 過去的一年當中 我自己是覺得過得還算OK 達到我自己想要的目標 那也有一些的成就小解說 所以縱觀2021年整年度來說 嗯 自己還可以接受 再加油啦 好 那今天要來拍一下 我2021年下半年度所入手的鞋款 因為我有拍過2021年上半年度的 所以下半年度的一樣要來拍一下 那再來看一下我2021年整年度 我總共入手了幾雙鞋款 我沒記錯我那時候年初是預估 我是入手12雙 那等下分享的順序我會依照 從最早買到最晚買的 那最後的三雙鞋 是我認為我自己所買的鞋款 當中的Top3鞋款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好 那第一雙就是這雙 A9.1肉灰白的配色 那下一雙鞋 老鞋名應該都能體會到它的好 它的讚 從音幕上乍看下來 它就是一般的小白鞋 然後用上灰色元素這樣子 但是這雙鞋它是沿用1985年的款式去設計的 整體的配色跟它的材質 都是跟1985年那款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皮料是用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扎實也非常的好摸 所以這雙鞋也算是一雙經典的復刻款式 經典回味好大 再來就是這雙 Underfit 跟Nike聯名的Dunk 那這雙Dunk 它蠻特別的 它用上了五種材質去做拼接 那這五種材質就包含了這種 類蛇紋的皮革跟亮皮革 還有帆布幾皮 紐巴哥 總共這五種材質去做拼接 那這雙鞋我個人是覺得 蠻美的 蠻好看的 可能是因為它整體的顏色搭配吧 比較不符合大眾的胃口 所以它的討論度及它的熱賣度 並沒有那麼的高 但是我覺得撇除視覺美觀的話 它是一雙非常有質感的鞋子 而且中底的舊化是舊的非常的恍然 然後側邊再給你一個大大的柵欄LOGO 一看上去就非常的醒目 好那再來就是這雙 它不是鞋子 它是拖鞋 它就是Easy Slide 我相信有穿過它的朋友 都能感受到它的腳感是一級棒 真的非常的舒服 基本上你要當它室內拖 或者是穿搭的鞋款都是沒問題的 然後搭配它整體簡單又有型的外型 所以可以說是捕獲了非常多年輕人的胃口 只是說它整體是採用EVA材質所設計的 所以它蠻不耐髒的 但是它是算蠻好清潔的 獅子巾一插它就可以掉了 這雙拖鞋我真的蠻推的 但是也不便宜 這雙我就入手了 時間快了 好那再來就是這雙 旗旁哥文的VANCE VANCE的實穿性好搭性應該不用我多說 所以才會有人人一雙VANCE的這個口號 那我入手這雙就是經典的綠色七旁哥文的VANCE 然後這雙鞋型是AZENTIC的鞋型 那就是經典百搭好穿這樣子 好再來就是這雙 復古版本的AIRFORCE ONE 這雙AIRFORCE ONE算是我蠻推薦 如果你們想入手AIRFORCE這個鞋型的話 但是又不想簡單的白FORCE 這雙我就蠻推薦你們可以入手的 因為我覺得光兩個點就非常值得你去考慮 第一個就是這個復古的奶油底 那第二個就是異材質的拼接 你可以看到鞋身中間這邊跟兩側的皮革 拼接了一個米白色的帆布 那這個設計你們一定會覺得說 欸好眼熟喔 沒錯它就是仿造OFFWIDE的50系列的設計手法 然後轉過來的話鞋後跟這邊就是用上毛巾布去拼接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比起一般的白FORCE來說 這雙真的蠻適合你們去入手的 而且它也擁有著聯名的氣息 這雙鞋它有三個配色 那我最推的是綠色的配色 好那再來就是這雙 鞋櫃內久違的純愛迪達鞋款 這雙鞋買來至今我還是非常的滿意啊 因為我覺得它的價格跟它的質感完全是成正比的 整體的配色就是利用非常復古元素的米白色跟白色去做拼接 然後利用不同的材質去堆疊出不同復古的層次 我還是覺得它的皮革真的非常的好摸 再搭配它前面這個脊皮真的非常有質感啊 那這個奶油鞋帶是我自己換的 然後它本身沒有附這個鞋帶 那FORUM這個鞋款我覺得如果你是看膩了整條Nike爛大街 這雙FORUM我就蠻推薦你們可以入手的 一來它是板鞋 板鞋類的鞋型就是百搭我覺得啦 那二來就是我覺得FORUM的交感比起 DUNK還有Air Force來說好蠻多的 所以2021年下半年找評價鞋款FORUM我也推薦給你們 好的再來就是這雙Human Made 跟Editas雷明的FORUM 它一樣是FORUM的鞋款 只是它把中底拿掉之後 改用Boost的科技去呈現 那這雙鞋是我當時唯一一雙看到說 如果今年我有閒錢的話 我一定會把它入手回來 因為它整體的設計真的非常符合我的胃口啊 而且這種經典的鞋型搭配 比較新穎的中底科技 這樣子的結合真的非常的讚啊 然後整體用上白綠的配色去呈現 然後我非常喜歡在後跟這邊 用上皮革的材質 然後印上Gears for Futuristic Teenager 哇非常的好看啊 總之這雙鞋也算是我今年度的愛鞋之一 再來就是今年的亞洲 Edgeo的11代大魔王 哇這雙鞋睽違了20年 終於再度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啦 那這雙鞋我相信我也不用去多說它的好 因為我覺得這雙鞋也算是大家 目前也在追隨的鞋款 整體這樣子灰色的搭配 然後搭配這個冰晶底 而且它的冰晶底也有抗氧化效果 所以可以更耐化 那11代鞋型我覺得你要搭 休閒一點的或者是搭正裝 我都覺得蠻合適的 其實當初我收到這雙鞋 我反而會很擔心我不常穿它 因為畢竟第一個高瞳 第二個是它的鞋型我沒有穿過 但是當我一穿上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這雙鞋其實意外的好搭 而且我非常好幹 好幹 好看 而且它這次的漆皮高度 是採用元年的版型去設計的 所以非常的具有回憶的代表 好那來到最後三雙鞋款了 那這三雙鞋款也算是我 2021年下半年入手的鞋款 當中認為的TOP3鞋款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三名到底是哪一雙呢 來就是這雙 Sally Herbemory 跟New Balance聯名的2002R 說到這雙鞋子我真的覺得 怎麼他媽的太有質感了吧 到現在看我還是覺得它非常的有質感 整體就是用上這種湖水藍 然後搭配些微的螢光綠去點綴 然後這種淡粉色的網格布搭配這個棕色的皮革 真的是細節滿點啦 2002R的實穿性好大信業 不用我多說 去翻一些穿搭平台你可以發現 這雙鞋是許多的穿搭客常用的鞋款 然後它的腳感也是非常不錯的 撐不上非常的舒服啦 但是絕對是夠用的 我都有一股衝動想要把它的第一個配色 就是橘色那雙入手回來了 好那再來第二名是什麼呢 就是這雙 Of White Dunker 樂50系列 樂50我覺得它算是Virgil 它再度創造鞋款傳奇的事蹟 因為你看在樂50系列出來的時候 又打個聯名是可以一次出50個配色的 就只有Virgil Abelon可以做到了 真的不得不跪下來摩拜Virgil Abelon 那樂50的Dunk它配色非常的多 總共有48種不同的這種搭配 可以讓你去做選擇 那只有唯獨1號跟50號它是純白跟純黑 那價格也會比這種的來的貴 那其實這雙鞋材質有兩個配置 我手上這雙就是皮革平階幾皮 那另外一雙的話是反部平階皮革 所以Dunk了50 真的謝謝Virgil為我們帶來這麼美好的設計鞋款 再來再來最後第一名到底是露死誰手呢 就是這雙帕塔跟Nike聯名的MX1 這雙鞋我真的覺得太好看了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覺得它是我心目當中 心目當中什麼 心目中最喜歡的鞋款 你看它這個波浪的設計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非常的耐看 而且整體的顏色搭配 復古的奶油底再搭上這個灰白色的拼接 真的非常的好看啊 然後它鞋舌這邊也是用上了奶油黃去設計 不是死白喔 我也把它放到第一名非常的簡單 就是因為這雙鞋的鞋型是採用非常經典的 AMX1鞋型 那再來就是跟PATA聯名 那如果是老鞋名的話應該都知道 PATA過往也有跟AMX1聯名過 那這次再度攜手回歸這個經典的鞋型 重點是這次的價格非常的便宜 基本上都不用破萬啦 所以我覺得相對是非常好入手的一雙聯名鞋款 而且整體的質感真的不用我多說了 就是讚讚讚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你們也可以把你們認為的年度TOP3鞋款 留言在下方跟我分享一下 那也不知道你們在去年的時候 入手了幾雙鞋款 那我的話下半年度是入手10雙 那上半年度的話是6雙 所以總共加起來16雙 哇這個真的是 遠遠比我預估的12雙還要多4雙啊 可見球鞋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坑洞啊 好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